由澳門教區社會傳播中心主辦的 《溫興家序馬曹報紙大賞2019》 以於早前公布得獎結果 活動分為唐區及校園兩個部份 而唐區獎項的頒獎儀式 亦於5月4日進行 由漢聖約室勞公主寶堂 獲得唐區馬曹評審大賞第一名 該堂在理主任斯鐸韋鎮立神父表示 早在張林奇爾組織教友參與馬曹報紙 他認為這個活動不是一個比賽 也不是純粹個人的行動 應該是由整個唐區一齊參與的團體活動 我們在張林奇開始 第一個住宅開始做馬曹 意思就是我們準備的東西 在理殺之中 有些時候帶來一些草 一些羊 一些獎 在理殺裡面做 第一個住宅 一間屋 第三個是其他地方 所以每個住宅在張林奇爾 他們有部分參加 怎樣做馬曹 他強調 馬曹並非一個裝飾 而是讓教友在準備迎接 耶穌出生的時間去祈禱 澳門教區社會傳播中心 現影項目策劃主任王啟堯表示 活動能夠凝聚唐區不同組別的教友 一起合作 讓唐區內的團體精神得以提升 其實是好很多 有很多青年 或者是整個堂區裡 無論是大小的 我聽到陳父說 他們都會出來幫忙 出來給意見 甚至出錢出力 看到就是越來越漂亮 那些馬曹是越來越漂亮 有些都是玩到機動 或者甚至有分奏 他指出部分的作品更達到參展水準 亦會考慮將來組織公開展覽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